他们在那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件事是 他将向中国报告美国大选之类的事情 说实话,我不确定中国是否对美国大选感兴趣 中国政府并不真正关心谁赢 几乎就像他们试图说服中国拜登政府或哈里斯政府会更好 他们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其中一篇文章在他访问期间谈到了这一点 嗯,那完全正确 再说,如果他们想了解美国的选举 为什么要从杰克·沙利文那里听呢? 他们在美国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有中国大使馆,中国记者和新闻工作者 他们也能像其他人一样阅读美国报纸 杰克·沙利文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特别的专长是中国没有的呢? 你说的很对 这显示了这些人的自以为是 和他们认为自己不可或缺 必须被人对待的感觉 我忍不住想 回到我们在上一个节目中讨论的内容 你说的完全正确 中国人说他想要一份新工作是对的 他真的在寻找智库的职位 也许他甚至考虑在中国找一个职位 就我所知 他试图通过他的知识 专业技能 以及与中国人的联系 和他所代表的桥梁 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你读过他 最后是如此空洞 让 我非常清楚的一点是 王毅在公开场合说的话 和他私下说的话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是的 我也认为 沙利文希望在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上 有一个好的结尾 不论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如何 我相信他个人希望 确保与中国的积极关系 我认为这也是他动机的一部分 顺便说一下 在我忘记之前 我们正在讨论中国历史 我收到很多评论 大家对你的知识深度印象深刻 他们非常惊讶 你知道这么多 我认为 许多中国网民也有这样的印象 认为西方人普遍对中国历史无知 所以看到有人对中国历史了解的这么好 对他们来说是耳目一新的 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 那真是太好了 实际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我应该说 我在上学时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 那时我已经在阅读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 这里有一个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群体 你可以找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 尤其是在美国 在英国也有一个小型的学术团体 他们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不会假装西方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中国历史 但我个人觉得它绝对令人抓迷 我觉得它非常有趣 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为一个希腊人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希腊 人们对我们文明的古老感到自豪 这确实是事实 在欧洲文明中 我们是最古老的 但有趣的是 在希腊存在的同时 中国也存在 例如 在中国的战国时期 当伟大的哲学学派正在发展时 古希腊也有像雅典和斯巴达这样的战国 他们也有自己的哲学学派 Websterians 也有看懂并看中的相似之处 以及巨大的差异 真是令人抓迷 我认为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了解中国的人没有被听到 主流媒体没有采访这些人 也没有很多文章是由他们发表的 我相信在英国和美国都有像你这样的人 但你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因为主流媒体不关注这个领域 这对那些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因为我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 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位对现代中国感兴趣的学者 我可能对古代中国的了解比他多 但他能说流利的中文 并且去过中国很多次 他写过关于现代中国城市的书 像许多专家一样 他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从不与他交流 他们不这样做 他们不感兴趣 西方与中国交往的一大悲剧 是遇到一些对中国极其无知的人 他们写关于中国的文章 并认为自己对中国撩辱指掌 他们对中国一无所知 却自以为无所不知 这总是让我感到困惑 他们以为自己知道的 几乎完全是错误的 是的 他们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他们就像戈登柴尔德 他多年来一直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仍然被准备不同的媒体 反复邀请回来作为中国问题专家 我记得在1978年或1998年 读过他的文章 他每年都预测中国会崩溃 但从未发生 然而他仍然被邀请参加所有的谈话节目 并在所有报纸上撰写文章 正如你所说 他被视为中国问题的真正专家 尽管他对中国一无所知 是的 那真是很不幸 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意识到 西方有些人研究 并了解很多关于中国的原因之一 那么好吧 我们先从日本开始 岸田你知道的 他不寻求连任 原因是他从来不受欢迎 此外 加西激怒了美国等等 这些都是真的 但现在有另一种关于真正原因的理论 据报道 北约正在施压日本 对抗俄罗斯 并是驮回千岛群岛 我在西方媒体上 没有看太多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但在中国媒体上广泛讨论 我上周读到了这个消息 就在我们谈话之前不久 我想我会等一等 看看是否会有更多证据出现 好吧 有一些迹象表明 这可能是真的 意大利已经将其航空母舰派往日本 德国 法国和荷兰 也派出了不同类型的军舰 日本本身正在北海道群岛集结军队 他们计划与大约32个国家进行演习 这是一次在日本的 北约演习 这可能被解读给自以为对中国的威胁 但这也可能是他们试图在千岛群岛 采取行动的一个信号 如果将此与岸田不寻求连任结合起来 可以解读为他认为这是个坏主意 他不想参与其中 然而仅仅因为他不寻求连任 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继续进行 我还认为另一个迹象是普京访问蒙古 我们可以稍后讨论这一点 中国媒体的一种解读是 他去 那Lise为了 是为了纪念苏联在诺曼罕战役中 击败日本的胜利 因为这可能是日本的 为什么不要轻举妄动 所以这是另一个迹象 还有一个迹象是日本出现了异常的稻米短缺 日本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面临稻米短缺 但如果你看它的产量和需求 与去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那么为什么突然出现稻米短缺呢 一种解释是日本在囤积稻米 但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 他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吗 当你把所有这些计像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我几乎每天收到的其他信息 似乎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关于日本或北约 是否想在迁岛群岛问题上 与俄罗斯开辟另一个战线 有很大的讨论 你怎么看 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还应该提到 普京正在做的另一件事 是访问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他一直在与俄罗斯远东舰队的人沟通 很有可能 俄罗斯正在加强他们的防御 你关于他们访问蒙古的看法 是完全正确的 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是纪念哈勒辛-戈尔战役 哈勒辛-戈尔战役在亚洲和欧洲历史上 都是极其重要的 尽管在欧洲几乎完全不为人知 它发生在1939年8月 当时政治危机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在欧洲爆发 苏联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德国人正在准备攻击波兰 问题在于德国人是否会因此与苏联开战 以及苏联是否能够与英国和法国结盟 与此同时 日本入侵了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 问题是苏联会怎么做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决定反对日本 在苏联与德国和英国进行谈判的同时 他们在哈勒辛-戈尔与日本人 打了一场重要的胜仗 这一切最终到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权属 这场战役的失利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震惊 它加强了蒙古和苏联之间的联盟 有趣的是 这也意味着在1941年德国进攻时 日本被阻止攻击苏联 苏联在整个二战期间 在远东保持了重要的存在 他们还保持了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联系 这种存在为1945年 苏联对日本的进攻提供了跳板 这是迷迪斯基其重要的战役 普京前往蒙古的原因之一 是为了让蒙古参与西伯利亚力量项目 他还去纪念诺曼罕战役 提醒蒙古人他们的历史联盟 俄罗斯一直在加强他们在远东的联盟 包括与朝鲜的合作 普京目前正在访问太平洋舰队 如果日本计划挑战俄罗斯 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 因为俄罗斯会做出回应 日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 但俄罗斯在远东也有强大的海军 有趣的是 英国美日电讯报有一篇文章建议 现在可能是中国攻击俄罗斯的最佳时机 因为俄罗斯正忙于太平洋的冲突 鉴于所有这些谣言 人们不禁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指的是日本进攻 而不是中国 似乎他们可能在暗中鼓励日本 然而 这将是灾难性的 完全是疯狂的行为 俄罗斯人会捍卫他们是为主权领土的地方 从而导致海战 需要注意的是 这发生在俄罗斯的远东边缘 如果日本攻击俄罗斯 朝鲜和我怀疑中国都不会袖手 当然 俄罗斯人会自卫 而日本人很快就会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 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 如果日本人正在考虑这样做 我希望他们不要付诸实施 我可以相信 美国政府感到自己正在失去优势 并目睹乌克兰的军事灾难 可能会将此视为扭转局势的绝望之举 我希望他们不要追求这一点 如果他们得 明祖 It's on sword to zai du The sorrow with rave what franchises them all 我同意你的看法 岸田本人可能也认为 这对日本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因为说实话 日本不是乌克兰 如果俄罗斯感到受到日本的威胁 他们不会手下留情 我认为这也是他不寻求连任的部分原因 这是有道理的 但问题是 北约可能会对日本施加很大压力 他们所有的军舰现在都聚集在日本 我不知道日本能 未有否抵挡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 日本的政治体系深受美国的影响 我认为这一点早已显而易见 人们希望不仅在东京 而且在华盛顿 也有一些声音在问 我们真的想在远东再制造一次危机吗 这次涉及日本 中国和朝鲜 而后两者都是和大国 我们真的想开避另一个战线吗 当我们一直试图让日本海军 在台湾海峡对抗中国时 我们想让日本海军在远东被摧毁吗 当然总是存在使用核武器的巨大危险 这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 俄罗斯拥有核武器 但日本目前没有 日本是一个高度密集 城市化的社会 如果在日本攻击千岛群岛后 对日本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会如何回应 美国会怎么做 世界会怎么说 这完全是鲁莽的 这是华盛顿的一些人 可能在玩弄的疯狂行为 我认为他们在玩弄的疯狂行为 玩弄的疯狂行为